第三百四十集 没了邪谷,他根本没法回去同悲道,徒神奴隐去,谭台近盯着第九扇门,耻笑说 哼,真麻烦,就只剩那一条路了吗?一条他注定一个人走的路,真是不甘心 他闭上眼,开始吸收四周膜气,额间膜神愈发浓重,既然已经成膜,不妨更彻底一些 手腕处突然向被人轻轻一扯,谭台近知道派出去的少年找到人了 谭台近神情沉寂,凝视着传达而来的画面 这两个人都是怪物,晦气 蓝色衣衫的除妖师说,已经不吃不喝数十日了,他还没死 另一个高瘦的除妖师看着球车里的人皱眉道 会不会,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妖魔 这几日我们把杀妖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军事了一轮 他们什么反应都没有 胡说什么 蓝衣连忙瞪他 要知道,他们如今在凡间手追捧 就是因为球车里这个狼狈的人 这人之前杀了不少人,如今落到这个下场 除妖师们折磨他,人人拍手称快 若此刻承认球车中的男子不是妖魔 他们也别干除妖师这一行了 用对付妖魔的办法没用 便直接砍下他们的头吧 蓝衣脸上的阴狠一闪而过 高瘦除妖师沉默着,默认了同伴的说法 明日找个人多的时候弄个障眼法 让他们看上去死于除妖的手法 公野继无闭眼靠坐在球车中 听他们讨论 他身上狼狈,到处都是伤口 他神情却十分平和冷漠 远处另一个球车传来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公野继无知道 那是前两日被抓来的少年 他们说他有一双会蛊惑人的眼睛 便婉拒少年的双眼装入球车 日日虐待他 公野继无灵台被封,失去了法力 可他知道那少年只是个普通的凡人 听他们说明日要杀了他 公野继无心里比他想得要平静得多 他很久以前就知道 他守护的六界有好人也有坏人 三千法相,云云众生 每个人都有一种姿态 入夜 两个处妖师喝得明丁大醉 一个人影摸索着来到公野继无车前 打开他的球车 公野继无睁开眼 少年低声尖色地说 我看不见 你为我指一条路 一起逃吧 天空灰暗 苏苏走出魔狱 六界快要和他记忆里重合 魔气四处弥散 灵气越来越稀薄 到底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抽取弹台劲的斜骨 延缓了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只要魔狱内的九转玄回阵开启 世间灵气就会转化成魔气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朝他走来 看清他的轮廓 苏苏意外道 伏牙 岳伏牙背着剑轻声喊 师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苏疑惑道 因为幻炎珠的缘故 他难免怀疑眼睛看到的一切 是否真实 岳伏牙敏了敏唇 你入魔狱之后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昔日死板严肃的小师弟 今日像是换了个人 苏苏说不清这种情绪 是高兴还是难过 伏牙 你怎么了 那日 仲先去魔狱讨伐汉拔 恰逢魔神出世 我听见你换那个逍遥宗弟子 谭台进 可他不是苍九民吗 苏苏沉默片刻 他曾经叫做谭台进 岳伏牙执拗的眼睛看着他 似乎想要露出一个微笑 可是对他来说有点艰难 师姐 我能最后问你一遍 那个问题吗 苏苏看出她的认真 点点头 五百年前 你可有去过人间 在弱水冰棺里 救过一个男孩 苏苏惊讶地看着他 我问过师姐 很多次这个问题 你次次说没有 今日我再问 师姐依旧是那个答案吗 一个猜测在心中形成 苏苏看着眼前 气质鹦鹉的少年 他很难把他和五百年前 救过的男孩小珊 联系起来 可是有这段记忆的 只有他和小珊 你是 小珊 岳伏牙眼睛里 突然带上零星笑意 低声道 原来你还记得我 他以为那样 潺弱不起眼的孩子 已经被他遗忘 可苏苏还记得 他的名字 第三百四十一集 岳伏牙 自处善 他看向苏苏 隔了整整五百年 有些话终于在今日说出口 我曾为一岳族少主 生来有急 母亲怕我夭折 把我封印在弱水冰棺之中 后来 金元巧合 冰棺被妖魔夺走 你救下我 那对夫妇是个好人 可是死于流寇之手 岳伏牙顿了顿 说 对不起 你送我的灵鸟 我没保护好它 苏苏摇头 不是这样的 我当初给你灵鸟 是希望它陪着你 那么懂事的男孩 别太过孤单 岳伏牙说 他陪了我很久 那年下着大雪 它四处飘零 打听苏苏的下落 可是没有人告诉他 经合三年 连他心心念念 要阻止的那个帝王 都没了消息 消失在人间 因为被灵药养大的 特殊体制 岳伏牙基缘巧合 败入一个年长的 散仙门下学艺 后来他的身子撑不住 散仙把他封印 让他养魂 再醒来时 散仙的修为 已经到了瓶颈 再不能突破 于是把他托付给了好友 瞿玄子 对比起许多人 他是幸运的 可他最想要的幸运 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他想见到当年 那个背他下山的少女 可惜 当他不再问世 他已经出现在他的身边 岳伏牙提起这件事 苏苏浅浅微笑着 年少时无法齐齿的心事 在此刻酸涩到了极点 岳伏牙明白 他如此淡然地 看待那段往事 曾经的自己 在他眼中 只是个不知事的孩子 师姐 我现在认出你 会晚吗 苏苏也不明白 以前像个修炼 小工具人般的师弟 语气怎么会变得这样软和 如果不是确定 他就是岳伏牙 苏苏都要怀疑 他是幻眼珠 变出来的妖魔 当然不会 苏苏说 何也才认出你 岳伏牙低声道 那我以后 好好保护世界 她努力修行 就是为了有一天 站在她身边时 不再是被她保护的 那个角色 岳伏牙 空中遇见 落下一个狼狈的成衣少女 总算让我逮到你了 你竟然敢耍本小姐 苏苏一看 竟然是岑蜜玄 岳伏牙面不改色道 是你自己要跟着我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喜欢你跟着我 谁想跟着你了 岑蜜玄脸仗得通红 看一眼苏苏 鞭子指着苏苏倒 你就喜欢她跟着你 是不是 岳伏牙手指一颤 你别乱说 再对师姐不敬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苏苏也没想到 这把火会烧到自己身上 她偏头一笑 伏牙师弟 陈师姐 你们好好聊 我还有点事 师姐 伏牙 你身上有传音符吗 我有重要的事 给爹爹说 岳伏牙也明白 当前的时间 不适合说儿女情长 她把传音符给苏苏 苏苏到一旁 给曲玄子说魔语中的事情 岑蜜玄嘲笑道 哼 还看什么看 很明显你师姐不想理你 伏牙脸色沉了下来 你若不回赤萧宗 别另寻去处吧 先前的事情我道歉 总之 你别再跟着我了 说罢 她不再看 岑蜜玄难看的脸色 跟上苏苏 曲玄子听完苏苏的话 道 三日后 所有杜杰奇大能 潜入魔语 回去九转玄回阵 她做这个决定 苏苏并不意外 这些去魔语的人 都是各宗门的长老和掌门 每个人早已做好必死的准备 对于曲玄子他们来说 仙界未来的希望是小辈们 只要小辈们还活着 总有一日 三界会重新昌盛 苏苏 曲玄子说 爹 对不起你 别人家的孩子 在羽翼中躲藏着 等着仙界重新振兴起那一日 苏苏一直在与他们一起战斗 只因她是世间最后一个神的血脉 苏苏道 爹 别这样说 她也一度因为这条路太难走 而痛苦退却 可是到了现在 放眼看去满目疮痍的人间 守护他们 何尝不是她的处心 师兄有一日 能回来吗 苏苏问 过了许久 苏苏听见曲玄子说 她会回来的 宫也既无 也一直都是衡阳宗未来的希望啊 苏苏沉默着 是啊 走错路的人终究可以回头 除了谭台劲 天下皆恨她 连逍遥宗都不再接纳她相信她 她哪里还有回头路可走 第342集 苏苏在魔遇见宫也既无时 留下了两样东西 除了给宫也既无自保的翠火针 还有追踪蝶的花粉 其实宫也既无一出魔狱她便知道了 当时为了拿班纸 她没办法去找宫也既无 但现在可以 和岳福衙找到宫也既无的时候 在人间一处山坡 宫也既无身边 还有一个将死的少年 两人同样狼狈 身上布满了除药师留下的伤痕 岳福衙看见宫也既无的模样 也忍不住脸色一变 师兄 她查看以后 神情凝重说 师姐 师兄灵台被封 还少了一魂一魄 人有三魂六魄 任何魂魄都不能少 正如只留下一魂一魄的偏然 最后变成了一只普通 没有灵智的狐狸 宫也既无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苏苏蹲下 视线落在了另一个少年身上 她穿着灰布麻衣 人间快冬天了 她的皮肤被冻得青紫 眼睛处流下两行血泪 她蜷缩着身体 深处黑暗 无知无觉 一个普通的凡人 也少了一魂一魄 顿了顿 她手指点在少年额上 一幕幕景象出现 半神的能力 可以探知过去发生的事情 她看见幼小的孩子 在村里被欺负 说她长了一双不祥的眼睛 看见谁 谁便会走厄运 后来村子干旱 青黄不接 她采了草药拿出来卖 偷偷接济整个村子的人 闭塞的村子 却把她当作一切不祥的来源 认为她和那些妖魔是一伙的 请了捉妖师带走她 弯曲她的眼睛 她和工业纪舞逃出囚车 被捉妖师用了卑劣的法器 射取一魂一魄 苏苏看着这张 与曾经的谭台近三分相似的脸 收回手指 师姐 魂魄离体是大事 师兄灵台被封 再不救人就来不及了 岳福衙说 灵台被封等同凡人 凡人的魂魄不能离体太久 天亮之前 若她找不回他们的魂魄 他们便没了生计 苏苏的手扶过工业纪舞 盈盈白光在她指尖亮起 苏苏说 寻不到师兄的散魂 纵然是半神 可不知飘零到何方的魂魄 无法立刻找回来 那怎么办 岳福衙沉声道 去找师尊 来得及吗 苏苏摇头 想起什么 她拿出怀里绿色的珠子 这是巨生珠 叶楚风曾用这个珠子 养好了小狐狸的一魂一魄 让她再次得以睁开眼睛 那么她是不是 也可以用巨生珠 找回他们缺失的魂魄 可是天快亮了 巨生珠一次 只能着急一个人 没有消散的魂魄 另一个人或许来不及 回忆少年 便是在这时候动了动手指 她看不见 却敏锐地转过脸 朝着苏苏的方向 或许觉察到来人 可以救她 她瘦削的脸颊上 流露出茫然之色 吃力地拉住了苏苏的衣摆 凡人的血染 红了她白色的衣角 她蹲下来 摸了摸她脏污的发 许是这片刻温柔 让她觉得安心 她脸上露出 孩子般的依赖之色 缺失魂魄的人 心性会如孩童 她明明是痛苦 却忍耐住 没有做出疼痛的姿态 紧紧拉住苏苏的衣角 嘴角带着满足 一个疲惫 孤单的灵魂 纵然在生命消散之际 有人与她温柔 她就觉得知足 巨魂猪在苏苏手中 散发着绿色光芒 岳夫牙看见猪子 她是个聪明人 立刻明白了师姐 有办法救人 却没办法同时 救下两个人 她必须做一个决定 选择救师兄 还是这个看上去 可怜凄惨的少年 第三百四十三集 师姐必须做一个决定 岳夫牙说 若师姐不忍心 别让我来做决定 无需岳夫牙说什么 苏苏知道她会选择 公也纪无 衡阳宗师兄弟情义深重 公也纪无对岳夫牙 有教导之恩 人都会偏袒 和自己有情义的人 不必 我知道该怎么选 苏苏低声说 做选择的人 势必要背负罪恶感 相比岳夫牙 她更适合做这个决定 衣衫破烂的少年 紧紧拽着她的衣角 她凝视少年一秒 说 抱歉 她把她的手 从自己裙摆上拿开 少年的手冰凉 人间这样的 恶劣的气候下 她的手伸着洞床 有些地方因为常年采药而军裂 少年看不见 却能感受到 她隐约明白 这个给予她温柔的人 并不会救她 她缩回手 后退了一步 蜷缩在山坡的角落 少年背靠着的树枯萎了 零星几片落叶散在她身侧 冬日的夜晚 没有月亮 岳浮雅有仙体 依旧能看得真切 师姐做出选择以后 再也没有回头看少年 她扶起公野纪舞 把巨生珠放进她的手心 绿色的光芒 像微不起眼的升级 涌入公野纪舞的身体 另一端的少年 犹如她背后那棵枯死的树 生命力一点点流逝 公野既无现在的躯体 等同凡人 苏苏布置了一个 为凡人招魂的阵法 阵法一成 巨生珠光芒大声 苏苏睫毛颤了颤 有片刻她想回头 看角落里另一个少年 她安安静静待在异域 如果不是粗重的呼吸声 很难注意到 还有这样一个人 岳福牙一直关注着 公野纪舞的情况 说道 舍兄的魂魄快要修复好了 可是天也快亮了 公野纪舞的魂魄归位 另一个少年的魂魄 注定来不及凝聚 将会彻底消散 凡人没了魂魄 只会走向死亡 抹狱中 悬疑魔君同样安静地注视着这一幕 修门和惊门的魔气呼啸 尽数涌入她的身体 谭太近的视线 从公野纪舞身上 落到苏苏身上 她恢复了自己的装束 月白的衣裙 裙边盛放着浅阴色的花朵 她从来不曾说过 她喜欢看她穿白色 这是最适合她的颜色 不管过去多少年 她始终记得那年太阳才升起的树林 浅浅地碎金洒满她的裙脚 她抱着双臂 孤零零又冷傲地走在她的前面 香阁短短几步路 她凝望着她 过了许多年 谭太近才明白 那一刻极是永久 离得再近 终究迈不过相隔的距离 苏苏眉间 神艳隐约 第一缕天光到来之前 公野纪舞的魂魄归位 岳父牙连忙过去查看 师兄 你醒醒 公野纪舞到处是伤口 足以看出这段时间 她流落到人间过得并不好 师姐 你要去哪里 苏苏走向山坡另一端的少年 回头道 夫雅 你照看师兄 我有些事情要做 少年似乎没有想到她会回来 有些无措 苏苏握住她的手 她却并没有反抗 走吧 苏苏轻声道 带你去看往生花 神行千里 下一瞬 他们到了一个峭壁之上 少年听见往生花后 整个人变得十分乖巧 苏苏带她坐在峭壁最顶端 下面是呼吹凌厉的风 他们周身萦绕着白色雾气 雾气中 一朵红色的花将要盛放 这就是传说中的往生花 生在悬崖最顶端 一生只有短短几个时辰 清晨绽放 太阳彻底出来的时候枯萎 她向阳而生 向阳而死 仿佛在迎接黎明 少年等不了那么久 苏苏划伤自己的手指 靠近她唇边 血液涌入她唇齿间 少年混沌的思维 清明起来 第三百四十四集 天光大亮那一刻 她失去的一魂一魄已经消散了 巨生猪来不及救她 但是加上半神的血 可以让她最后留在人间片刻 她露出期待的神情 声音暗哑到 王生花 就在我旁边吗 苏苏说 嗯 她浅浅笑着 握住她的手 引她去触碰那朵神奇的花 我小时候 村里来了个算卦道士 人人都找她算命 那一日 我也去了 我没什么能给她的 可她毫不在意 少年喘了口气 不好意思地说 我要求她为我算了卦 说我这辈子命不太好 若想被人接纳 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 须亲眼见到 王生花开花 可是王生花 是传说中的东西 生在悬崖峭壁上 好几次我采药 都试着爬上去 有一次 爬到了悬崖顶 可那里 并没有往生花 苏苏轻声说 我知道 她从她记忆中都看见了 少年苦笑道 世界上 竟然真有往生花这样的东西 可惜 我看不见了 她的眼睛被处妖师挽去 无法看见往生花开花 不 你可以看见 苏苏的视线 从往生花上移开 落在旁边另一朵花上 那是永生花 往生 永生 往生是求一个来生 来村里的道士 看出了少年命途坎坷 注定早要 于是告诉她 需要看到往生开花 道士心中不忍 婉转地告诉少年 她此生注定孤苦 唯有期盼来生 往生花 开不过虚语 而她身边的永生花 却可以长久留存 往生和永生 花开并地 却永远不同的命运 她曾在黑暗中 像澹台剑哀求 能让她重建光明的永生花 可是永生花 最后用在了夜冰长身上 到死的那一日 她都没能看见 人间最后一眼 怀里的少年和她多么像 她仿佛看见了 过去的自己 苏苏知道 少年的容貌 和她出现在 公野纪无身边 一定不是巧合 她应当救了师兄后 果断扔下她 不再回头 可是她做不到 她并非怜悯同情她 她清楚地知道 她在救过去的自己 夜戏雾朝她伸出了手 纵然是阴谋 她也会把自己的手交出去 当年无人救她 今日她救过去的自己 苏苏手指结印 凌空踩下那株永生花 苏苏金色的心头血 滴在永生花上 闭合的永生花 猛然绽放 宠语大惊 忍不住出声 苏苏 你在做什么 她不明白 这个素媚蒙面的人 怎会让苏苏舍弃神血 为她复明 苏苏已是半神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这个道理 她理当懂 少年的死 就如那棵枯树死亡 自然沦常 可是她成全 少年临死前的心愿 竟用神血 帮助少年 融合永生花 永生花 没入少年的身体 苏苏苏低咳一声 就微笑起来 她笑容名利 推推身边的少年说 你看 往生花开了 西雾 你看 永生花也开了 再也不会留你在黑暗和绝望里死去 身边的少年 身边的少年睁开眼睛 她眼角的血腺依旧在 失去的眼睛却重新长出来 那是一双十分漂亮的眼 瞳孔中间带着一圈浅浅的金色 少年寻着苏苏的视线看过去 清晨的天光下 红色的网生花 果然开放 是啊 真漂亮 她弯唇 微笑起来 魔欲尽地 冷冷注视着这一幕的澹台劲 闭了闭眼 这世上 没人比她更了解苏苏 当知晓她害怕黑暗 她就知道 纵然她能看破一切 有一件事 她依旧会去做 第三百四十五集 澹台劲当年没有救夜西雾 她想救过去的自己 她回了家 夜西雾的哀痛 却困在了五百年前 每个人一辈子 都有一件势必要完成的事 对于苏苏来说 不外如是 画面里 少年嘴角的笑容 变得诡异起来 她甜甜唇 谢谢神女成全在下 神女的血 可真美味 重于心道要糟 苏苏 咱们快走 来不及了 少年笑道 失去属于神的心头血 这片刻 可不够苏苏恢复 愿在魔狱的澹台劲 诞生命令道 猪 少年一掌 激响苏苏 心头血 是苏苏力量的来源 她得了苏苏的力量 用她的力量 强行取出 她身上的巨生柱 重于道 这不可能 这世上 怎么会有人能 窃取别人的力量 为己所用 碧绿的珠子到手 少年抱拳道 四婴大人 精灭大人 在下完成任务 她就交于你们处置了 空中出现两个人影 四婴一收红伞 天地间的空气都灼热起来 苏苏 起来啊 咱们快走 苏苏勉强站起来 握住重于 却发现自己 无法再使用重于琴 四婴笑道 呵呵 别挣扎了 魔君布局这么久 岂容你再逃脱 四婴很奇怪 黎苏苏已是半神之体 自己都不是她的对手 她竟然会为一串 朱玉化作的人 献出心头血 他们没有打败她 她却输给了她自己 苏苏注意到她的话 抬头问 魔君 是澹台进步的绝 精灭道 自然 原来如此 苏苏笑了笑 笑容冰冷 她竟用她过去的 隐痛和伤口设局 诱她进去 也只有她 才能这般清楚 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回忆少年走到四婴身边 巨生猪到手了 四婴眼里冷力看向苏苏 那么你也该去死了 虫羽化作一把剑 苏苏快上来 苏苏知道 失去神血的自己 比以往都虚弱 她也不练战 打算先离开 四婴眼唇笑道 哼哼 到底还是半神 不是真正的上古神 她手中红伞飞出 直直朝着苏苏而去 精灭 再看好戏 回去有你好看的 精灭纵身加入战局 苏苏对付一个四婴 已经吃力 精灭一来 她更加力不从心 她知道今日必须得离开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失去的神血 可以养回来 但仙魔大战即将开始 她不能深陷此处 正当苏苏准备破釜沉舟 不论如何 也要离开的时候 天空中魔气翻滚 紫雷轰鸣 隐隐可见饕餐的形态 一只玄色箭矢 破空朝着苏苏而来 笔石苏苏正被四婴和精灭困住 她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那只箭矢越来越近 直到穿过她的心脏 整个六界 能在千里之外 使用图神弩的只有一个人 她如一只折翼的蝶 从空中跌落下去 苏苏视线里最后的场景 地面上的灰衣少年 抬头冷冷望着她 灰衣少年所到之处的所有景象 弹抬近也能看见 所以那只箭矢能准确地穿心而过 疼得她站立 是她错了 明明早就该明白的道理 她为什么认为一个堕落的魔 还会有感情 要带她离开魔狱的自己 是有多傻 至今还悄悄计划着 想办法在仙魔大战之前 把她带走的自己 又有多悲哀 重语说神爱众生 不 神注定不该爱魔 因为兜兜转转数百年 那个魔心里排在他们前面的 永远是别的东西 叶希物是这样 他 亦然 第三百四十六集 乌云翻滚 在地面上注视着一切的 灰衣少年 十分冷漠 她眼睛下血痕干涸 一双重新生出来的眼睛 逐渐暗淡 永生花 是苏苏用半神之血 催化出来的 她如今心脏被图神剑矢穿透 神力不在 少年的眼睛 也会慢慢失去光明 四鹰见苏苏从空中坠落 眸中一粒 指甲变长 想毁了苏苏的肉体 回忆少年突然说 不行哦 她俯身抱起地上的苏苏 对四鹰道 我们还需要她 四鹰声音冷力 你想放了她 回忆少年笑起来 她本就是朱串幻化 无需一双事物的肉眼 精准看着四鹰 说道 四鹰 作为上古汉拔 你该知道 世间有灵脉 也有魔脉 神魔大战以后 魔脉被上古神尽数摧毁 灵脉却遍布天下 这才导致仙门长盛不衰 妖魔们却修炼艰难 苟且生存 九转玄回阵 把天地灵气转化为魔气 开启铜碑道 可铜碑道吸收够了魔气 玄回阵自然消失 我们需要一条魔脉 四鹰收回指甲 以为不明地看灰少年一眼 魔脉的生成需要时间 需要山河遍迁 妖魔们的诚心供奉 才能生出魔脉 世间灵脉的生成 不也是凡人对 先神的供奉和诚心吗 灰一少年说 不 你错了 不用时间 四鹰看向苏苏 你是说 魔君要用他做隐 画出一条魔脉 灰一少年但笑不语 这个办法可行 每一个神的陨落 都对世间有馈赠 正如灭魂猪类的来历 可是黎苏苏的神区 要化作魔脉 需要把他身上 每一寸骨血抽干 这个过程 极其残忍痛苦 魔君会这样做吗 四鹰知道 潭台近曾在鬼窟盒中 寻找黎苏苏五百多年 他会亲自封印黎苏苏 在身不见底的弟弟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吗 被当作魔脉 比魂飞魄散还可怕 一个修正道的人 此生无知无觉 供养世间妖魔 回忆少年说完以后 不再看他们 镜子抱着苏苏回魔狱 四鹰敢知道什么 目光在苏苏身上转了一圈 笑道 好 他和精灭跟上少年 走入禁地那一刻 回忆少年低声说 魔君 我们回来了 禁地结界无声打开 少年抱着苏苏走了进去 四鹰一眼就看见了 声门里盘坐的潭台近 潭台近周身魔气可怖 短短数日 竟然已经到了另一个境界 四鹰惊骇地发现 他愈发像上古那个人 并非长相 而是给人的感觉 如果不是清楚地知道 上古魔神已经死去万年 四鹰甚至会以为 魔神已经复生 潭台近与那人 仿佛彻底相容 不 还差一点 潭台近手上结印 斩天剑从他身体中穿过 精灭忍不住道 魔君 然而斩天剑 并没有伤到潭台近 反而斩碎了他身体中 一团白色的光 潭台近睁眼 眸中没有丝毫感情 只有冰冷的野心 和无尽的贪婪 他额尖魔神印森冷 眼角眉伤 弥散着浓烈的魔气 斩天剑旁 躺着一个浴河 玄回阵为骨 回到他生来该有的道 第三百四十七集 五百年前 夜西户给他的神髓 被他舍弃 夜西户让他生出的情思 被他亲手斩断 连夜西户这个人 给他的感觉 也注定被他永远忘却 他的阴容笑貌 不再带给他任何触动 心中的浅全 也散得一干二净 弹台晋站起来 升门之后 洗水印落入他的掌心 四鹰震撼不已地 看着这一幕 斩天剑和图神弩翁明 与洗水印交相呼应 洗水印上的饕贴 化作石形 匍匐在弹台晋脚下 三剑魔气同时认主 魔玉上空 紫色雷电交织 魔玉外 万魔一一俯首 四鹰和精灭沉默着败下去 灰衣少年 把苏苏放在弹台晋面前 自己化作猪串 飞上弹台晋的手心 弹台晋收起猪串 冷冷低眸 看着升门高台上 躺着的少女 她生现淡漠 如今四枚珠子都起了 纸带开启铜碑道 弹台晋看着苏苏的 时间实在太久 久到精灭都忍不住 悄悄抬头 悬疑魔君看了好一会儿 突然伸出手 轻轻把苏苏的头发 撩至耳后 四鹰低声道 魔君 他怕弹台晋再对苏苏生出 侧眼之心 可弹台晋的谋中 哪里还有对苏苏的感情 只剩下空气的荒芜 他像在审视一剑 衬手的法器 四鹰心里有几分紧张 他生怕弹台晋发现 黎苏苏身上的不对劲 一旦魔君发现了 会不会就此放过黎苏苏 汉拔曾是所有僵尸十足 他创造过生命 自然对生命的感知 比一切东西都要敏锐 他不动声色地 在苏苏腹部一扫而过 保持了沉默 只要他不说 弹台晋就永远不会知道 也不会耽误魔君的大夜 弹台晋收回手 神情始终很平静 他抬起手 打开九转玄回阵的死门 死门带着深不见底的黑暗 看不见尽头 刚风阵阵 似乎要把人撕裂 弹台晋抱起高台上的少女 本以为做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会痛 可是失去情思 哪里还能感觉到痛 五百年前 他爱上他不自知 只有六枚销魂钉 见证了这一切 如今魔神之体大成 他在他心上留下的钉子 一并消散 弹台晋掌心魔技 毫不犹豫 推他入玄回阵的死门 苏苏井间的宠语空喉 化作一把冰蓝色的琴 他忍不住道 求求你 别把苏苏当作魔脉 被当作魔脉 是永世不得超生的下场 坦台晋不语 眼见苏苏越来越靠近死门 重渝喊道 他喜欢你 他曾经整日整夜地找你 他从北之殿 找到昭和城 为了带你回仙门 洗清你所有污名 他悄悄做了很多努力 重渝从苏苏乾坤袋里 翻找出一颗珠子 你看 是仙门的流影珠 都是苏苏走过的地方 坦台晋红色魔童 看着那枚珠子 流影珠中 无数凡人的脸庞出现 每个人诉说着 见到坦台晋杀人时的场面 他们的说辞却鲜少吻合 珠子里的景象许多 凡人们的脸一张张掠过 坦台晋从珠子中看见 那少女是如何走过许多地方 记录下这些 准备将来在仙门面前 为他找一条生路 他神色冷漠 重渝不知道他有没有动容 焦急道 重渝没有骗你 甚至苏苏离开魔狱的时候 依旧在想带你离开 他生来灵胎 修炼无情道 却至今没有成神 你知道为什么吗 神女的外在最是冷漠 一如坦台晋幼时 在梦眼中看见的琉璃像 可神女心中温柔 她对一个人动心 也是一生一世啊 苏苏的灵魂被灼烧撕裂 她是凤凰族最后的血脉 至今无法真正成神 因为她也记得和你的那一世 坦台晋的手顿住 重渝带着哭腔说 重渝求求你 放过苏苏 你曾经那么喜欢她 别把对她的爱忘了 让她万劫不复 她是世间唯一有神志的神器 千万年只认一个主人 曾经才入室的时候 鲁莽地让苏苏受伤 可是这么多日日夜夜 她渐渐明白了她该怎样好好保护她 重渝都学会了要对她好 你为什么遗忘了呢 谭台晋看着空中的苏苏 她末发长到腰身 眉间半眉昙花暗淡 护体法衣觉察到危险 裙边慢慢变成金色 说完了吗 谭台晋冷冷地问 她一手握住重渝亲 另一只手猛然将苏苏推入死门 少女落入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 重渝化作一柄滚烫的利剑 挣脱谭台晋的手 毅然追着苏苏落入死门里 谭台晋掌心被她灼烧得通红 她收回手 面无表情看着自己掌心 掌心倾刻间完好如初 死鹰说 可惜了 这秦竟然是有神智的神器 竟然和黎苏苏一同葬在了死门 悬疑魔君薄唇冷冷吐子 九转 风 九转悬回阵疯狂运转 数十道黑色魔印 全部打入死门之中 她亲自将它封印在死门里 从此以后 她将在死门里永不见天日 直到身躯化作魔脉 谭台晋拂袖 再没有看死门一眼 走出禁地 她看向空中 他们来了 四鹰跟着走出来 不知何时 血压消失不见 守卫魔狱的魔将领们 统统失去了消息 对于从上古存活至今的妖魔来说 这个场面和万年前别无二致 四鹰皱眉 魔君 他们来了 可是九转悬回阵 吸收的灵气还不够 即便投入四枚珠子 也不够开启铜碑道 她最了解这些仙语神 在魔神面前 他们纵然弱小 可是汗不畏死 上古魔神便是死在了 她瞧不起的众神手中 若他们全部豁出去 去毁九转悬回阵 铜碑道 需要的魔气一时半会儿 还真不够 黎苏苏被带走 让仙界的人提前攻入魔界 谭台晋弯唇 对我们来说 他们来得恰是时候 四鹰惊讶道 是魔君故意放他们进来的 怪不得 许多魔将的实力并不弱 不会轻易让仙门的人 长驱直入才对 谭台晋没有否认 凭空打向空中 空中波纹一闪 渐渐出现许多身影 为首的是瞿玄子 他的身后 许多白须白发的长老们 各个神情凝重地看着他们 隐藏起来的强大妖魔 全部悄无声息 出现在谭台晋身边 谭台晋眸光落在 瞿玄子身后 另一群人身上 他们穿着青白衣衫 腰间纹了余纹 比起其他仙界大能 他们大多是年轻稚嫩的面孔 谭台晋一一扫过去 有曾经教他温习经术的师兄 帮他撒扫的师兄 也有为他做新衣上的师姐 他们曾教他为人处事 君子仁义 逍遥宗最是爱好和平 如今个个背上剑 红着眼眶看着他 恨不得杀他而后快 谭台晋一早就知道 杀了赵游仙君那一刻开始 就会有今日 为首的是藏海 昔日笑呵呵 像尊弥勒佛一样的男子 握住拳头 冷冷看着他 谭台晋道 师兄 别来无恙 这个人啊 当他从鬼窟河中被救起 是藏海亲自为他挽去腐肉 每日小心翼翼来上药 一个照顾便是一百多个日夜 藏海絮絮叨叨陪着谭台晋说话 以为谭台晋是个凡人 每日便不辞辛劳为他送饭 这些都是他昔日的铜窗 一起偷偷喝酒吃肉 一起跪过丝过牙 一起习武练剑 好几年的光阴 他们是他生命中第二种意义的金兰鞍 其中藏海最是心软 如今天底下心最软的人 手中仙剑也指向了谭台晋 第三百四十九集 藏海剑指谭台晋 红着眼眶道 师尊这一生活得光明磊落 他心善仁慈 把你当成亲子 我从没见他对旁人这样好过 他为你疗伤 带你领略逍遥大同道 传你修为 赐你法器 叮嘱我们要好好保护你 不让你陨落 我的好师弟 确实没有陨落 你堕落成魔 亲手杀了师尊 将他先驱 用真火焚尽 藏海字字冷硬 紧紧握住剑柄 藏救命 你杀师叛族 杀害凡人 强害仙门 这些罪名 你可认 谭台尽像是听见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机窍道 认罪 天地万物本是同等 凭什么我妖魔道 要低人一等 你们杀魔是惩恶除奸 无等杀仙 便是天理不容 同为上古而生 仙魔被供奉 向世间灵脉 开山创造宗 无道魔脉被毁 众妖被镇压在荒渊 化作骷髅白骨 藏海 你告诉我 这是哪门子道理 藏海咬牙 明顽不灵 妖魔杀戮害人 为天道不容 天道不容 谭台尽咀嚼这几个字 张开手臂大笑道 既然天道不容无足 那逆了这天道又如何 藏海说 你执迷不悟 今日藏海再次立誓 逍遥宗众人 哪怕灰飞燕没 也要将你错骨扬灰 告为师尊之灵 谭台尽孝霸 带着森然摩弃的眼 看向众人 自无诞生之初 天道就不远无存活 天道既然不公 那无今日让你们看看 这六界力量为尊 倒由吴来创 六界归吴 苍生成吴的奴仆 是啊 凭什么 凭什么他生来注定就是天煞孤星的命 凭什么他想要一口吃的 得跪下学一条狗 朝着宫女们摇尾巴 这一生 爱他的人在他手里死去 他唯一遇见 以为的温暖 心中只有苍生 来他身边留下一场 让他痛了五百年的骗局 既然他从来不稀罕他的情 那他便和他爱的苍生 一并去死吧 白阵 藏海下令道 他身后逍遥宗的弟子 不知何时 人人手中拽着一条青色丝线 丝线带着冷冷的光 割裂空气 锁在澹台镜周身三十二处 藏海手中拿着一只壁橱 澹台镜看着束缚住自己的丝线 舔了舔唇 碧檐碎骨储 很早以前 他听赵优说过 逍遥宗只有一件 朱砂门中叛徒的仙气 碎骨储会把人的骨头 一寸寸碾碎 逍遥宗仍仍慈悲 从不用碧檐碎骨储杀人 拈杖 受死 藏海飞掠过去 手中碧储直直刺向 澹台镜眉心 碧储抵在澹台镜眉心 仿佛刺向一处铜墙铁壁 无法寸进分毫 澹台镜大笑 手握成拳 身上青丝寸寸断裂 他握住碧储 掌心魔气蔓延 碧储上如同被兵冻结 出现裂纹 谁也没有想到 澹台镜竟然已经修成了 世间法器不伤的魔神之躯 逍遥宗弟子大喊 沧海师兄 小心 然而哪里来得及 沧海眼见破釜沉舟的一击不成 要退回去 却被澹台镜 冷冷掐住脖子 澹台镜手臂举起 协议四女 既然主动找死 无成全你们 沧海嘴角溢出鲜血 眸中带着无尽恨意 第三百五十集 澹台镜伸手 血红斩天剑 无声出现在他手心 师兄 可有疑言 说是这样说 下一刻 斩天剑已经贯穿了 沧海身体 沧海大睁着眼睛 身体寸寸化作黑色飞灰 临死前 沧海的目光看着澹台镜 昔日他最疼惜的小尸弟 额上磨纹蜿蜒 一双眼残忍冷酷 师兄 沧海师兄 澹台镜伯唇动了动 九转玄回 修门开 沧海化作的飞灰 落入镇中 连魂魄 也一并成为 九转玄回镇的养料 澹台镜轻声说 多么深厚让人感动的同门情谊 你们也去陪他吧 他飞身上半空 魔气把他玄色衣袍 吹得烈烈作响 图神怒被澹台紧拉开 玄色剑矢化作万千黑影 朝着逍遥宗众人而去 他们一个又一个倒下 魂魄消散 九转玄回镇中 饕贴妖魂掠过 如同一张贪婪的嘴 将所有人全部吞噬 瞿玄子等人 只闲闲救下几个 逍遥宗小辈 逍遥宗幸存下来的人 均仰头看着天空中那人 浩然魔气之下 他红铜墨发 陌生残忍的令人心惊 再也没有半点 小失地的影子 清千长老沉声说 掌门不好 他在用逍遥宗众人来计阵 可玄回镇已大成 怎么会还需要计阵的人呢 难道他要唤醒更可怕的东西 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偏偏下一刻 那双红色魔童回眸 盯上了他们 现在 存到你们了 苏苏一路下坠 死门的钢锋搁在他法衣上 法衣出现一条条碎痕 虫羽化作一个冰蓝色的剪裹住他 死门像一个无底洞 无处可依靠 没有光线 没有声音 苏苏心口被魔石射穿 苏苏心口被魔石射穿的地方 金色化作流光 一点点消散在死门里 苏苏不知道他下坠了多久 或许是一天 或许是一年 再或者百年也已经过去了 周围好安静 比他才诞生的时候 还要安静 苏苏有个从未对人说起的秘密 他想不起诞生之时的事情 按理说生来灵胎早该有记忆才对 可是他什么都不记得 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见水汽阴晕的天池 那便是记忆衣食 他的记忆就是不完整的 死门终于落到底 他像一口压抑的棺材 把苏苏封印在里面 一点点耗尽他的生疾 虫羽能护住他的肉体 却无法护住他的魂魄 见他始终无法醒来 虫羽也一并安静下去 死门中并无生路 苏苏魂魄魄和骨血 早晚会被碾碎 而他作为世间最后的神器 也将永远封印在这里 此后永不见天日 虫羽沉寂着 失去了所有光芒 一片寂静中 苏苏似乎听见 有人在轻声唱歌 他睁开眼 看见一片白光 那片白光之后 有什么东西呼唤着他 引他过去 苏苏穿过白光 缺失的记忆如同碎片 渐渐拼凑起来 画面变得清晰 一群人低声讨论着 魔神大战在即 地基却产下妖王骨肉 这孩子是死胎 还有妖王血脉 留不得 有人抬手 凤凰神火飞出 灼烧连台上一枚小巧的凤凰蛋 神火碰到凤凰蛋之前 一个匪衣身影出现 护住了凤凰蛋 地基 才生过产的女子冷冷说 我的孩子 没人能决定他的生死 凤凰族血脉凋零 数千年才有一个孩子诞生 纵有那个人的血脉 可他胜而为神 神的命运 从来由不得你们任何人决定 他俯身抱起连台 走出大殿 与他一并离开的 只有一枚上古沟玉 那个明艳的女子 去了一个神秘山谷 把凤凰蛋留在那里 他自己踏遍六界 每次归来都会带来一些东西 有时候是蛇灵果 有时候是捕魂石 为了寻这些上古消失的珍宝 他把自己的力量融入勾域 逆天改命穿梭时空 变得越来越虚弱 直到有一日 凤凰蛋终于有了生命波动 第三百五十一集 女子高兴地流泪道 娘就知道 五儿一定会活下去 她留在谷中的时间多起来 偶尔给梅破壳小凤凰温柔唱歌 后来有一日 她无法填补的时空间隙 出了差错 捡到一个凡人小女孩 女子动了侧隐之心 把她带回谷中 又用自己的神笛 为女孩指一条路 送女孩回家 苏苏看着画面里的 小时候的夜冰长 夜冰长拿走了父亲 给母亲的护心灵 和带着她爱的情思 直到死 凤凰地基也不知道 那个人的情意 许久以后某一天 山谷的花突然凋谢 女子全身使伤回来 抱起凤凰蛋 小苏苏苏 那个人死了 我也赔不了你多久 情情爱爱太苦了 世间男子薄姓 最苦的是女子 娘逆天改命 屡次穿梭时空 如今 神魂俱散 再也看不见你长大 为了让你平安诞生 娘最后能为你做的事 是把你体内相冲的血脉封印 若你不能浴火重生 你便做个普通修士 安好过这一生 若有一日 你度过雷劫 解开封印 你重回凤凰神体 想起这段过去 你要知道 娘很爱你 某一日以后 她再也没回来 在连台中陪着小凤凰蛋的 只有一枚色泽通透的玉 她什么也不会 只能穿梭时空 没有力量 连穿梭时空都做不到了 被封印的小凤凰蛋 等了一年又一年 许多年后 山谷有修士突然闯进来 是轻衣御贯的瞿玄子 瞿玄子认出勾玉 想起了曾误入时空的那位神女 她修道一生 唯一心动过的人 勾玉高兴道 是你啊 你能带我的小主人离开吗 他很乖的 很好带 瞿玄子心中万千感触 诗笑道 在下不才 愿意试试 烟冷暗沉的死门漆黑一片 化作茧的虫语 感应到什么 突然震颤起来 她护住的茧中 少女体内不断消逝的金色碎光 突然停滞 盈盈白光朝着少女身躯涌去 暗沉的死门中 无数劫雷汇聚 紫色雷电 生生照亮整个死门 竟然是九九八十一道 杜劫成神的雷 虫语被迫松开苏苏 化作一把空喉 落在少女身侧 所有杰雷朝着苏苏而去 苏苏死海中碎片合成完整的画面 被封印的万年前记忆 并着她的血脉一起觉醒 鼻子的死门中 八十一道杰雷全部披在少女身上 又悄无声息被灵台的无情道化解 过了许久 紫雷终于停止 杰雷中央的苏苏睁开眼 她眉心昙花盛放 瞳孔变成金色 白色法衣 寸寸变得火红 凤凰神火照亮整个死门 所有的黑暗消失不见 她注视着刚风凌厉的死门 伸出手道 虫语 虫语顺从地化作一张空喉 落在她的掌心 原本虫语暗淡的色彩 在碰到她手的一瞬 重新迸发出明亮的光 苏苏一步步往前走 凤凰神火在她足下蜿蜒 指引出一条明亮的路 她眸中淡漠 抬起手撕裂了整个死门 苏苏牵肠的手指抚过虫语 死门在她身后如被撕破 寸寸剥落 坚不可摧的死亡之地 在她长下犹如脆弱的画纸 不堪一击 虫语安静沉浮 不发一语 真正变成一件战斗的神器 隔了数万年 她终于再次见到了上古神皇血脉的遗孤 这世上真正配使用她的人 万年来最后一个神 她走出被毁去的死门 那个人亲手把她推进去的地方 九转玄回阵中 涛铁感应到什么 惊恐地嘶吼一声 第三百五十二集 逍遥宗弟子被谭台晋杀了大半 灵魂也一并被吸入九转玄回阵 眼见涛铁几乎要凝成十字 瞿玄子知道退无可退 今日谭台晋为了寄玄回阵 打开魔狱让他们进来 死的人越多 玄回阵上魔气越浓重 瞿玄子与诸位长老孤注一致 化作树道流光 清尽千年修为 分别朝八个方位攻去 天地玄宗 晚气本根 挥 谭台晋满手鲜血 凌空俯视着他们 他玄色衣衫被染得暗沉 其余仙门中人纷纷祭出法器 想要阻挡谭台晋片刻 帮助瞿玄回阵等人 毁九转玄回阵 空中魔君似乎被制骨住 没有动态 可谭台晋的唇角 却冷冷扬起 丝毫没有玄回阵 即将被毁的慌乱 瞿玄子等人手中先进 刺进八个方位 玄回阵颤了颤 阴阴有散去的迹象 远处的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清无突然说道 掌门 不对劲 哪个阵法 似乎活了 果然 明艳的神女笑道 小道士 你可知对于万年前的神灵来说 什么是最可怕 轻衣小道士 瞿玄子 垂着眉眼 牵合道 在下猜 可是魔神不灭 神女摇头 非也 万物制衡 神难诞生 魔神更难诞生 一旦有魔神的存在 倾尽先神之力 定能镇压 可若世间规则改变 对于六界来说 才是真正的灾难 那个时候 若小生灵不存于世 全部死在不允许 他们存在的道下 人人变成尸杀的怪物 六界皆妖魔 只靠力量杀戮 掠夺天地间的资源 体魄强大的凡人 将沦为妖魔手中奴仆 活下来的仙 也仙魂散去 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轻衣小道士凝重地说 您的意思 是把六界变作烈狱 邪碎与妖魔 在其中生存 神女笑道 对 五等崇尚 善良亲爱 生灵共存 时乾坤之大 连草木之轻 但那个世界 需要不断杀戮与邪恶堆积 掠夺弱者的生命 修行活下去 如今的天道下 一切美好的东西不存 天地荒芜 生灵寂灭 寸草不生 但还好 这样的道 永远不会问世 魔神已死 再无人可开启 神女论道时 说给他听的言语 此刻在脑海中闪过 瞿玄子心中一沉 喊了一声 快走 这是个阴谋 九转玄回阵吸收 这么多灵气 是想要抚育 另一种道的诞生 他们死的人越多 开启那个道 就会越快 终于发现了 一个带笑的声音响起 只见方才还被束缚的 谭台劲 不知何时落入玄回阵中 可惜啊 今日都别想走 血红的展天剑落下 滚滚煞气 冲向坐在京门的清吾 清吾的结界被吾声斩碎 他大睁着眼 化作一团白色的气 汇入九转玄回阵中 谭台劲竟然这样 轻易地杀了一个 化神后期的长老 无声的恐惧 在众人心里蔓延 比这样恐惧更甚的 是魔气浅得 几乎要消失不见的玄回阵 他把魔气 渡到了哪里去 终于 狂风吹起 玄回阵上方的苍穹 裂开了一个口子 有什么东西 似乎要横空出世 裂痕带着可怖的犀利 似乎要将众人的魂魄 全部吞噬进去 修士们刺地倒下 魂魄开始被生生碾碎 有人忍不住痛苦出声 死鹰喜道 魔君 同背道要问世了 只差四枚神珠 四枚颜色各异的神珠 出现在坛台劲面前 他眼角眉梢带着狂妄的笑 哈哈 千灵重雨 乾坤同辈 四枚神珠交汇在空中 澹台劲托举起他们 嵌入苍穹 第三百五十三集 明亮的天空渐渐被灰色替代 六界像是褪了色的幕布 人间溪水停止流动 化作滚滚岩浆 花朵枯死 成为黄沙 飞鸟从天空中落下 散成尘埃 冥界之门被强行打开 鬼窟盒中 无数厉鬼妻妾哀嚎 滔铁嚎叫一声 想挣脱洗水印而出 冲向繁华人间 铜碑倒开了 瞿玄子眼睁睁看着灰色雷电下那人 澹台尽魔铜冰冷 魔纹蜿蜒在额上 他高高在上 俯瞰众生挣扎 一如他所说 六界沦为他妖魔道的奴仆 瞿玄子闭了闭眼 事到如今 做什么都已无济于事 铜碑道 不容修士和凡人生存 清无死了 逍遥宗众人也死了 他的魂魄也即将消散 修道之人无愧于心 纵然他和诸位长老掌门 回去玄回阵 可是这世上 再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重新封印铜碑道 万年了 世间再无神灵 他闭上眼 静静等待魂魄消逝 修士这一生太漫长了 漫长的他几乎忘记 修道最初 自己的初心是什么 裂痕越来越大 苍穹彻底破碎之前 天目如同最后的黎明 却就在此刻 大地汪明 原本九转玄回阵 布阵的地方 像是被生生打破 魔气散去 一个红衣女子 赤足走出来 瞿玄子睁开眼 恍惚间 他以为回到了数千年前 那时候凤凰族 最后一位帝鸡 也是如此 末发如铺 飞衣似火 与眼前的少女 尽数重叠 他从死门的方向 走出来 手中握着 虫羽空喉 周身夜火 如昙花开放 夜火撕散后 九转玄回阵 轻刻化作废墟 他伸出线长手指 点在想要逃向 人间的滔铁头上 滔铁凄烈嚎叫一声 化作黑色碎片 少女眉心坠着白色神印 金色的铜人 注视着周围一切 渐渐荒芜的天地 狂欢的妖魔 邪人们失去魂魄的躯壳 以及空中那个邪力的 玄色身影 瞿玄子远远看着他 曾经在他眼前 稚嫩破壳的女孩 终是回归本源 度过神节 破除封印 四婴不可置信说 你 你 初皇 不 初皇已经死了 那个倔强如火的地基 已经湮灭在很久以前 四婴后退一步 猜到了他是谁 四婴曾是妖王的下属 后来跟着妖王追随魔神 万年前若不是妖王爱上神女最后叛变 魔神便不会死 竟然是那个人的孩子 上古最后一个神 凤凰一族最后的地基 万妖之王和初皇的血脉 少女转眸看向他 手指搭在秦悬上 四婴连忙拿伞去挡 可惜 汉拔死而复生 早没了上古出生时的强大 秦波蔓延之处 夜火烧上四婴的身影 魔君救我 魔君救我 谭台静回头 看着步步朝他而来的少女 魔气吹动他飞色衣角 万物皆为他俯首 只有他跳脱出铜碑道 带来的可不压迫 对上他的眸光 他冷冷注视着他 举起展天剑 神女金色的铜 看向他的手 谭台静握住展天剑的右手 沾满了鲜血 展天剑红得踢透 引足了修士的血 你成了神又如何 谭台静森然笑着说 上古神灵剑术陨落 就凭你也想杀无 苏苏轻声道 你现在看起来 可真是陌生 他脸住嘴角的笑意 陌生 不 是你从来不了解物 眼前的人与记忆中神女像 完全重合 五百多年过去了 连谭台静都没想到 他舍弃了自己的情思 竟然还是记得眼前 这个人的眉眼 第三百五十四集 他俯视看他的目光 碎碎清冷不变的神情 然而过去那般让他生味的冷硬神情 却在此刻渐渐柔和 他看见他略微扬起唇角 比曾经每一刻都温柔 我了解 苏苏轻声道 我知道你存活多么艰难 我见过你被人耍弄 穿上女装 自己缝补衣裳 期盼下雨有雨水喝 我见过你敏感脆弱 你的苍白无助 和不论如何 都要活下去的毅力 你认真地观察 旁人的神情和动作 模仿他们的喜怒哀乐 你羡慕萧 羡慕旁一只 甚至羡慕过街头叫卖的小贩 我见过你是多么青涩而炙烈 不顾一切地 爱着夜夕雾 她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她 神女明透的眼中 渐渐涌出泪水 可我也见到了六界破碎 血流成河 爱夜西户的谭台禁 死在了那个时候 一冰消散在我的心中 神永远在聆听众人的愿望 谭台禁 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吗 情思没了 谭台禁的心里空荡荡一片 身后便是同悲大道 她要的一切唾手可得 不论是什么 她都不在乎 如她所说 喜欢她怜惜她的那个废物 已经死了 她的爱恨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斩天剑的剑光如流影 朝面前的神女刺去 苏苏不闪不躲 甚至没有祭出宠语 一片魔契之中 她手中缓缓凝出一块黑钥匙般的灵骨 灵骨护住 弹台禁的四肢 声声把她扯开 她抬眸看向那块黑钥匙色泽的灵骨 咬牙道 我的邪骨 磨神一辈子 只有一个软肋 五百年前 我用神髓换你邪骨 狗玉悄悄告诉我 即便有了神髓 邪骨一灭 你依旧会灰飞烟灭 于是我藏起它 把它封印进灵魂中 苏苏伸手 抚上它的脸 所以即便有了五情道 我也成不了神 因为我的羁绊 是曾怕你好好过一生 我答应过你 保护你啊 弹台禁手指颤抖起来 连她都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空得可怕的地方 会有秘密瑟瑟的痛 传遍四肢百害 而今日 我想 我再也没办法保护她了 苏苏轻轻拥住弹台禁 每个人一辈子 都有不想做 但是必须要去做的事 曾愿你和凡人一般活一生 却不得不在你心上 钉上六枚灭魂钉 我想要你活着 但我的存在 生来便是为了你的死去 苏苏拥着她 与她从无尽苍穹中 一并坠下 夜火焚烧着他们 她觉得痛 又觉得温暖 魔神并不会有泪水 所以当她的血 一滴滴落在她肩膀时 她并不知道 苏苏却看见了 她看见她的血泪如珠 一颗颗坠落 苍白的少年满脸血痕 低声开口 李苏苏 这一辈子好辛苦 可我不想死 我知道 她闭上眼 掌心白色神光 捏碎手中血骨 别害怕 这次 不再让你一个人了 我的愿望 是当年在城楼之上 捏碎血骨 与你一同消散在五百年前 纵然生而为魔神 注定永远不会有来生 斜骨碾碎的那一刻 坍台尽的身躯 一点点消散在她怀里 神魂俱灭 夜火燃尽一切孽障 从此世间 再也没有她的影子 苏苏握住战天剑 图神弩和洗水印 注视着灰色的天幕 不知魔神和我 够不够寻铜碑道 苏苏化作一只火红的凤凰 朝着苍穹裂痕而去 浓烈魔气散去 人间不知什么时候 原来已是黄昏了 万物有一日会再次生长 春天也会有一日重新到来 而离苏苏和谭台尽 却是永远消散的曾经了 第三百五十五集 谭台尽的灵魂散入铜碑道中 苏苏也朝着苍穹之上的裂痕飞进去 死鹰见了这一幕 顾不得自己被烧伤的躯体 疯了般扑过去 不 不可以 妖魔被镇压数万年 世间气息守恒 六界灵气浓郁 魔气便浅淡 他再也不要沉眠在冰冷的海底 也不要汗拔的子孙 成为不容于世的怪物 妖魔凭什么不能存活于世间 他娇美的面容褪去 头发枯搞 变成青面獠牙一张脸 飞到苏苏面前 惊灭见了 也咬牙一并阻拦 魔君大人死了 可是同悲道已开 只要苏苏不训道 再等片刻 六界就是他们的六界 兴许所有妖魔都这样想 凡是有修为的 都拼尽性命阻止苏苏 苏苏眸中映出这一幕 无数妖魔含着泪 明知不可能与上谷之神对抗 依旧前赴后继朝他而来 凤凰夜火之下 他们有的被焚尽 其他妖魔见了 依旧汗不畏死 化作黑雾飞过来 苏苏心中悲悯 上谷妖魔生于蛮荒之地 神明降生在灵气充沛的神域 现世妖魔被困荒原万年 修士受人间香火诚心供奉 妖魔们的魔欲寸草不生 于是想要这秀丽天下为他们所有 让他们自由 可即便想要生存 并不能用赶尽杀绝的杀戮来造就 苏苏没有回头 她带着几样魔器 镜子飞入铜碑道 凤凰毛中 看见里面永远的黑暗 这一次心中却很平静 然而当靠近铜碑道 里面光芒大声 把苏苏推了出去 凤凰转变成红衣神女 她感知到了什么 看着眼前这一幕 妖魔们愣愣看去 道 魔君 是魔君的力量 铜碑道被彻底打开 坦台尽身死盗宵 并没有阻止铜碑道的开启 然而眼前铜碑道 和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 浩荡先灵之气 与混沌妖魔之气 轻涌而出 流向山川大地 铜碑道原本贪婪 吸收世间灵气 此刻如同一个漏斗 尽数环宇流解 铜碑道自上古留存 吸收了数万年的灵气 此刻灵气轻涌而出 是从未有过的震撼力量 这一幕倒映在苏苏眼睛里 整个世界流光溢彩 万物开始生长 溢水流动 百鸟回归 苏苏看着眼前这一幕 熟悉的山河画卷 颇为诗神 五百年前 她在坦台尽面前 寄出苍生符 带她看世间最祥和美丽的画卷 画卷映入少年愣然的黑眸中 那一年 她笑看她 愿她懂得六界之美好 今日 她把这幅秀丽画卷尽数奉还 四散消散的神珠化作流营 落满尘世 幻颜珠借由铜碑道的灵气 模拟出一具具身体 巨生珠凝聚铜碑道中涌出的灵魂 贪狼珠引灵魂回归躯体 开阳珠赋予他们生气与记忆 死鹰跌坐在地上 喃喃道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有人能改动上古另一种道 她终于明白过来 谭台尽在做什么 她知道铜碑道无法回去 即便这次封印了 再过万年 新的魔神诞生 依旧会开启铜碑道 于是她入魔域 剁魔道 收集神珠 引万物之灵 她曾经可以吸取别人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便以此办法掌握铜碑道 彻底放出这些年被铜碑道吞噬的灵魂 地面上藏海睁开眼睛 逍遥宗弟子们也有了意识 死在九转悬回镇的人全部回到世间 第三百五十六集 这五百年来因为妖魔将士 被杀死用来祭奠铜碑道的凡人 在街道上醒来 疑惑地看着彼此 发生了什么 屋门被打开 有小孩欢喜的声音 爹爹 娘亲 爹爹回来了 白发苍苍的老人抱住归来的孩子失声痛哭 混沌妖魔之气流向破碎的魔域 强行引着妖魔回归 精灭扶着四鹰 他们转眸看着这片开满夜昙花的土地 广袤的山川横生而出的魔脉 久久失语 精灭不可置信地低声道 这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一切安静下来 红衣神女依旧站在原地 重语轻声道 苏苏 别看了 你已经看了许久 苍穹的裂痕渐渐消失 这些年所有该回来的人都回来了 只除了一个人 苏苏望着闭合的裂痕 她呢 她为什么不回来 她望着日暮黄昏 依稀见到出狱时弹台近的样子 少年披着玄色大肠 她眉眼低垂着 瘦弱苍白凉薄 这一次她没有朝着她而来 而是渐渐消失在天地间 就在重语以为苏苏会一直看下去的时候 苏苏苏转身走向那片开满昙花的魔芋 苏苏知道 等不到她 今日即便她不来 谭台近 依旧会选择训同悲道 既择守荒原万年 离苏苏此生守着魔芋 互六解无恙 直到她也消散那一日 可是神的生命多么漫长啊 花开花谢 人间又是一年 大雪纷飞的冬日 白衣仙君背着剑 叫住前面的人 傅雅 别再往前了 前面是妖魔界的戒备 你过不去 岳傅雅回头 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脸 她低声说 已经快一百年了 我想要师姐回来 公也既无垂眸 苏苏镇守妖魔界 不会轻易离开 岳傅雅雅雅 你当然不会惦记她 你有了遥光 就不会再在意她 世上最后一个神 就活该万年岁月 镇守在冰冷的魔殿吗 公也既无静静看着她 偏灰色的铜 落满悲哀 岳傅雅握拳 低声道 抱歉师兄 我 有些失控 一百年了 她年年来此 可是魔玉的门 从来不曾为她而开 其实岳傅雅知道 公也既无也年年来 只是这些年 师尊无力在打理 衡阳宗之事 一切只能由 公也既无打理 人人都知道 公也既无是下一任 衡阳宗掌门 铜杯道打开 放回了所有因她而死的灵魂 饶是如此 公也既无依旧日日去做善事 师尊说 千见善事 可重回内心宁静 瑶光陪着她 从衡阳先山到人间 公也既无并不会比岳傅雅好过多少 岳傅雅闭了闭眼 师兄 对不起 公也既无敏唇摇了摇头 她抬眸看着眼前的戒备 这百年来 凡间再无妖魔横行 只有些开了灵石 才修成人性的小妖 仙门百废待兴 总会恢复成昔日的模样 人间一片和乐 什么都好 只有一点不好 从铜碑到汇入世间那日 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苏苏 世人都知道 这位御灵神女守护着他们 可对于岳傅雅来说 她失去了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人 她不该留在魔狱 岳傅雅说 神女飞升 该去神域 公也既无说 她留在魔狱 会安心些 毕竟这是那个人 留下的一切 提起弹台劲 岳傅雅沉没下来 她冲公也既无汗手 转身消失在人间大雪之中 第三百五十七集 公也既无看着眼前 属于妖魔界的戒备 素素 她淡淡一笑 说 这些年我去人间 听了不少故事 夜里常常做梦 梦到一个叫做 消敛的男人 前些日 我回到六百年前 人间下国和周国旧地 晚半都变成了陌生的模样 只有两处 没多少变化 一为下国将军府 百姓们说 那处府邸 曾驻过夜市几代上阵杀敌的将军 是永远的荣光 百姓们会记得英烈 另一处 回曾经周国皇陵 她轻轻叹息 据史书上说 无名的风黄把最爱的人葬在了那个地方 她不许任何人打扰她的安息 人间积雪已经厚厚一层 几乎没过她的靴子 宫也既无汗手 离开妖魔戒备 她走了许久 一个披着白色大肠的女子撑伞走入风雪中 她脚步轻盈 肩上落着一只蓝蝶 苏苏 你要去哪里 咱们出来了 阿密会不会怕 小凤凰才出生 弱鸡鸡鸡一小只 引得重于母爱爆棚 去看看故人 精灭会照顾好阿密 她声音平和温柔 六百年前的故人 嗯 她笑笑 也是过去的自己 重于不再问 与她一同进入皇陵 六百年前 澹台皇室的皇陵 空荡荡的荒芜 周国都没了 自然无人驻守皇陵 皇陵中煞气很重 凡人和楚药师 都进不来这种地方 苏苏白色衣裙 已立在地 看见几只血压的枯骨 停在一旁 他们不知死去多少年了 她久久注目 曾经竟是他们 在镇守皇陵 苏苏走过的地方 皇陵的冰冷被驱散 四周变得温暖起来 她踏入最里面 看见一块灰色墓碑 墓碑上落了灰 苏苏没有动用法术 用手轻轻逝去上面的灰 上面雕刻的字迹清晰起来 重雨飞过去 盈盈蓝光 照亮墓碑上的字 苏苏弯了弯唇 起唇低念 澹台尽之爱妻 夜市西雾木 请合二年 中东十五 蓝色的蝶飞向另一端 重雨惊讶到 苏苏来看 这里还有一个墓碑 两个墓碑紧紧挨着 像是合照 苏苏转眸看过去 那墓碑比起夜西雾的 墓要心许多 她的手俯上墓碑 缓缓蹲下来 一层灰落下去 她看清上面的字 手指顿住 怎么会 夜西雾之夫 澹台尽墓 连重雨都愣住了 时间是一百年前 上面写着 是你亲手课的 苏苏垂眸 心念一动 黄灵骤然亮起了光 她神童看见墓碑之后 有一个妥贴安放的玉盒 不知为何 她突然不敢触碰这个玉盒 澹台尽离开已经一百年了 这些年 她作为一个尽职的神在活着 她打开玉盒 看见里面握着一条金色的情丝 情丝旁边 是苏苏当年亲手穿好珠串 一条剑碎 还有六百年前 她赠予澹台尽的玉佩 原来这些东西全部在这里 她伸出手 轻轻握住那条情丝 苏苏很早以前就知道 情丝会承载一个人所有的爱意 因此得到父亲情丝的叶冰长 便拥有让人爱上她的力量 她手指触碰到情丝那一刻 一幅画面在脑海中渐渐清晰 一百年前 悬疑魔君孤身一人进入黄陵 第三百五十八集 她换上白色的衣裳 把眉心的磨印盖住 背着一把剑 干净得完全不像入了魔的模样 靠在她的墓碑旁 为自己刻墓碑 署名的时候 她写下由苏苏所刻 她抬手 会眼珠模拟出一个女子的形态 苏苏笑着说 剑碎我治好了 你要贴身带着 这次一定要记得回来 澹台近望着她笑 眼睛里很温柔 好 凡人们说 相思朱串成心之旧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生世世 等你归来了 我们永久相伴 可好 少年末发垂下 肤色近乎苍白到病态 轻声说 好 苏苏抱住她 笑着说 夫君 我相信你 你不是魔 你不是只会屠戮的怪物 苏苏在皇陵等着你 世人都不信你 我信你 她痴痴看着她 却不去触碰 只点头 女子身形慢慢消散 澹台近抚着墓碑 眼尾带着桃花色般的红韵 低声道 我知道 你会爱我 你说相信我 你会等我归来 她艳足地笑 满足地像个孩子 我答应你 很快就回来 过了许久 她起身离开皇陵 人间的天幕是灰色 干净的白衣少年 重新变回悬衣魔君 她温柔的眼睛冷酷下来 眉心磨印出现 原来很早以前 她就知道 她注定会死在铜杯道里 她为自己刻下墓碑 假装是苏苏刻下的 她亲手编织好 苏苏没有完成的剑碎 假装是苏苏送给她的 她沉浸在苏苏 对她很好的世界里 从容赴死 原来这一生 苏苏对她的好这样少 少到她连欺骗自己 都需要这般努力 可是现实中 她没能等来 她的信任和保护 魂飞魄散 她爱众生 她曾用极端的方式 想留住她 后来渐渐明白 什么才是爱她的方式 这场神魔战役 众生皆有了归属 只有一个人 永远消散在了天地间 一个没有得到过感情的人 敏感而脆弱 亲手刻下墓碑之时 已经服输 她切瘦了世上 无人会爱她 她知晓苏苏是妖王之女 把苏苏推入死门 让她斩断过往成神 澹台尽把过往埋藏在黄陵中 她以为神是没有爱的 也不会为她这样的人落泪 可这一刻 苏苏握着情思 本不该有泪的神女 望着昔日赠她的所有东西 一百年了 她终于忍不住 在她墓碑前洞窟出声 距离那场仙魔大战 已经过去一千年了 精灭穿过横七竖八的魔殿 头疼地问 她又闯祸了 人哪 魔殿内士臂们纷纷摇头 精灭叹息一声 行了 我去找 她走出魔宫 妖魔界蓝色的昙花 灼灼盛盛放 精灭穿行过昙花 一路拂过萤火虫 在丛林尽头 找到了那个人 她发上竖着两个花苞 紫色丝带垂下 坐在树上 一双白净如玉的脚丫 沾满了泥 晃晃荡荡间 脚上铃铛清脆地响 蚊子从她面前飞过 她眼也不眨 伸出白嫩嫩的小手 把她捏死 小孩约莫四五岁大 百无聊赖 看着戒杯处结界 小大人般叹息一声 啊 精灭看得好笑 走上前去 她捡起紫衣女孩 落在地上的小鞋子 凌空而起 用一个清洁术 帮她把白白嫩嫩的小脚丫 清洗干净 塞进鞋子里 底肌怎么又来这里了 女孩转过脸 奶声奶气地哼了一声 哼 是不是他们又找你告状了 那群没用的大笨蛋 就知道找你告状 她一张脸生得 甚是乖巧可人 睫毛又长又密 子牙看着精灭 显得很是凶恶 和你告状又有什么用 哼 你敢动我吗 精灭说 哼 不敢动不敢动 女孩手指抠着大树 心不在焉望着结界外面 第三百五十九集 精灭装作不明白她的心事 说 北来主乘上折子 说地基把她爱子 埋进了沼泽中 海上小公子头顶 开出了一朵粉色的花 她被救出去后 哭到了现在 女孩嘴角露出一抹嘲笑 哼 那又如何 精灭继续道 半月前地基把灰熊精家的胖姑娘欺负得被赤炎风追 上月地基毁了南修主家的摩坛 上上月地基去贺精家做客 差点把人家刚出生的子孙 穿起来烤了 女孩不耐烦地说 不是没烤吗 精灭沉默片刻 说 倘若不是四婴去得及时 小摩坛已经进了地基的肚子 现在 人人不敢邀请地基去他们家做客 换言之 小地基 你没朋友了 妖魔界的小孩都决定和你有劲了 明白吗 女孩扁扁嘴 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们 她毛色如紫葡萄 眼睛圆溜溜的 眨巴一下就带出水光 如果不是知道这是个小魔女 精灭还以为她委屈了 现在 残地基的折子已经堆满了宫殿 等神女回来 地基会受罚的 女孩晃荡着小腿不说话了 她足间踢了踢面前的结界 结界带出水一般的波纹 女孩邪气般垂了一圈 她小拳头粉粉嫩嫩 却含着万钧之力 可结界纹丝不动 烦死了烦死了 女孩飞掠下大树 迈着一双小短腿 撒气般地跑出这里 精灭顺着她先前眺望的地方看出去 无尽人间被结界阻挡 妖魔界之人出不去 外界的人进不来 精灭叹息一声 追上那个小团子女孩 她也不回魔宫 眨巴着大眼睛 蹲在地上捅蚂蚁窝 妖魔界一年四季 鲜少下雨 蚂蚁被她扰得惊慌失措 四处奔逃 小魔女邪恶地勾起唇 掌心一团幽暗的紫火燃起 精灭头疼地握住她的手 狄姬 神女会生气 生气便生气 反正她也不管我 她掌心的紫火熄灭 清零零的嗓音几乎吼出来 精灭失效 果然在因为神女还未归来之时生闷气呢 她蹲下来 眼前的小萝莉还不及她蹲着高 小小一只 脸蛋也是脏兮兮的 一双眼睛里 明明盛满了委屈 偏偏表现出来满满的桀骜和凶恶 然而脸蛋还带着婴儿肥 哪里能真正变得凶恶呢 精灭说 属下给地基说过 神女这次会挽回来些 她去的地方是冥界的鬼窟河 鬼窟河凶险 即便是神 短时间也无法寻遍里面所有的魂魄 坛台紫密说 可她都找了好久了 每隔一百年 她就去很多地方 和凶兽打斗 去那个什么海 这次还去冥界 明明所有人都说 莫军早就魂飞魄散了 精灭骤美 地基不可如此 她是我等的君主 是你的父君 坛台紫密 眼泪再也憋不住 我不要什么父君 我只要娘亲 许是觉得丢脸 又是小孩心醒 阿密捂着脸挖的一声 越跑越远 哼 我没哭 我才没哭 等女孩跑远了 精灭心中也觉得酸楚 魔君逝去已经千年 这些年 在神女的治理下 妖魔界一派平和 小地基是神魔血脉 成长很是缓慢 到了千岁 修为很高 可是心中 依旧是需要爹娘陪伴的小孩 神女依旧在寻找谭台紫 她试过许多办法 有一次回来 虚弱不堪 身上带着血 那一次把小地基吓坏了 从此每次神女归来 妖魔界前 小地基都会去树上眺望 这一次离说好的时间 已经过去三月 神女依旧没有回来 小地基暴躁不已 白日调皮捣蛋 晚上总是悄悄躲在被窝里哭 精灭知道她的心思 她越调皮 神女心里就越放不下她 留在妖魔界教育她的时间 会长上几年 精灭和四英轮番照顾小地基 她是魔君的遗父子 整个妖魔界唯一的公主殿下 所有人心中都心疼尊敬她 神女一日没有放弃寻找谭台紫 妖魔界便存着息迹 盼魔君归来 她的骨血化作魔脉 如今妖魔界魔气生生不息 有了生存的地方 妖魔才出生的小孩 终于不用一生躲躲藏藏 对于苍生来说 谭台晋是英雄 可是她从来不知道 小地基的存在 难怪阿密会生气 对她来说 那个从来没出现在她生命里的人 总是剥夺娘亲 陪伴她的时间